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年大剧人世间自开播以来 就缠连了黄金时段的收视率第一名 那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的人物 一次次地触动着观众的笑点与泪点 这部文学作品改编后的影视剧 为什么受到那么多观众朋友们的喜欢呢 让我们看看座堂会上的各位专家学者 是怎么说的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中国作家协会 分享关于长篇小说和电视剧 人世间的感受 进而讨论文学与影视的关系 那天我看到人世间的第46集 我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审判长不良小生呢 他那天说 你初心我会很高兴 那我为了使他高兴我没办法 人世间的热播再次有力地证明了 文学与影视的亲密关系 这部获得第十届矛盾文学奖的作品 彰显了史诗雄金与现实主义品格 也赋予了电视剧中正扩大的气象 让文学和影视一起走进 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心里 这也是一代代文学人和影视人 共同的努力方向 人世间是严肃文学 而电视剧是大众艺术 所以越是严肃文学 个人化的痕迹会越重 改编起来会越难 我天生抗干扰能力差 没有躲 自此和小生在围旧创作做个交流 我不问他不说 我想他心中的遗憾肯定很多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他夥伴 我个人觉得周末的形象的改变 是高于远创 我觉得这一点整形 就是一代对另一代人的包容和关照 也是非常棒的一点 作品中的周末 还是相对的非常单膜 非常感谢电剧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一颗滚烫的心 被全部上映的观众接受 从文学到影视 再从影视到文学 那透过人世间中 平凡中国人的人间事 我们希望为观众打造 丰富生活 温暖人心 和感动人性的好故事 看看你们这妈 考虑问题多周全呢 不要养你 不需要你不要养 剧一火了之后呢 很多人就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编剧好 是导演好 是演员演得好 但恰恰忽略了一点呢 这个剧呢 跟其他的剧目相比 美工浮化道 做得尤其的精彩 对那个年代历史的还原 高度的契合 你比如说周炳坤 穿的那件毛裤 废旧的毛衣 拆成毛线 把它织成一条毛裤 我们就看到了 这种拼成的花毛裤 这个场景 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因为我出生于60年代嘛 小时候又生活在东北 所以那个时候的年夜饭 感同身受 它的那个保存 放到冰天雪地里边 靠自然的低温保存 这个是非常的真实 我觉得人世间 是老百姓的大剧 把中国式的现实主义 美学范式 推向成熟之进 中国传统化最深层的东西 它把它发掘出来 关注广大的人民群众的 真实生活 这是这个作品 非常难得的地方 人间烟火里的中国故事 世间聚散里的轻易担当 暖心 暖人 暖世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